因為他們的看起來就是一直在笑 所以我們會講說 像一個天使一樣 所以叫做天使症候群 但是除了這個狀況之外呢 他其實還是會有一些那種發展遲緩 可能還有一些智能障礙的問題 哈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Kason 前陣子有位藝人分享說 他的小朋友罹患了天使症候群 這些天使症候群的曼菲寶寶 事實上他們是因為染色體異常出現的遺傳疾病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全香港有50位天使症候群的患者 台灣會不播也有統計 今年上半年有4個新生兒 離婚的天使症候群 究竟天使症候群要怎麼提早被發現 又如何預防呢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了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復幼院區 陳敬軒主任 嗨,大家好 陳主任想跟你請教 天使症候群到底有什麼樣的特徵 他如何被發現 那天使症候群的話 他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 看起來就是一直在笑 所以我們會講說 像一個天使一樣 所以叫做天使症候群 但是除了這個狀況之外呢 他其實還是會有一些 發展遲緩 可能還有一些智能障礙的問題 雖然說他一直在笑 但是他對他日後未來的生活 是否有影響的 所以他是屬於在台灣的 罕見疾病之一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因為染色體的話 總共二、三對 他是在第15條染色體上面 出了一點小狀況 天使症候群的話 有一個相對應的疾病 叫小胖威力 他們在第15對染色體上一個區域 如果是白痴媽媽的基因 受到缺損的話 叫做小胖威力 白痴爸爸這邊的基因 受到缺損叫做天使症候群 這種狀況的話 那通常他這個基因 是跟我們的情緒表達是有關係的 醫生想要請教你 難道這個疾病在產典的時候 沒有辦法被發現嗎 天使症候群 他的耗發率 或盛情率大概是多少 那天使症候群 他的臨床表現 主要是一些智能障礙 還有說一些像是微笑這種的問題 屬於功能性的異常的話 在我們產檢的過程當中 單純靠超音波 比較能看到這種功能性的問題 所以像是聽障 或是視力問題 我們超音波也是沒辦法發現的 那天使症候群 他是基因方面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抽羊水 去做一些染色體檢查 那通常是要做羊水晶片 那像這種晶片的話 其實我自己小孩也都有做 因為我們知道糖氏症 他是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 所以我們有高利產富這個名詞 但是像天使症候群 這種是我們的基因片段 小片段的缺失這種問題的話 他的發生率 其實跟年齡是沒有關係的 天使症候群的發生率的話 我們統計大概是 1萬到2萬分之一左右 所以像我們台灣的話 目前雖然青色的人數比較少 但我們1年10幾萬這樣算起來 大概1年可能也還是會有 10幾位的天使症候群的寶寶 這樣出生 主委你剛提到用羊水晶片 或是SNP晶片可以檢測出來 那他還可以檢查出 其他的奇病嗎 一般的羊水晶片 他是可以檢測出一些微小片段的缺失 或增加的狀況 那SNP晶片的話 他技術的特性是 他可以增加多 檢測一些像天使症候群或小朋友威力 他有一些同源染色體 我們講UPD這種情緒的話 這SNP晶片可以檢測出來 另外還有一些像三倍體 四倍體的話 這種特殊的異常 也是要靠SNP晶片才檢測出來 傳統的羊水晶片是檢測不出來的 今天非常感謝陳靜萱主任 來這邊跟我們分享SNP晶片的重要性 其實對很多孕婦媽咪來講 產檢對他們說真的壓力山大 擔心收到產檢報告的時候會有異常 其實只要相信醫師 聽從醫主 都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最低喔 如果大家有任何產檢上 或懷疑上任何問題 也歡迎到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和平婦幼院區來找陳靜萱主任了解喔 今天的聚好運課程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下次見 掰掰 解惡